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一种是强力治疗的饮品 我相信大家注意健康的话 早上第一件事就会先喝杯暖水 甚至乎注重健康的人会懂得去喝柠檬水 其实有一种物质和食材加上是更加有效更加健康的 究竟是什么呢? 袁医生 相信大家都在我的处理病人里面 很多人跟我说 其实我已经很聪明了 我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喝一大杯柠檬水 就是柠檬水 就是排毒 清腸胃 其实很多人都会用这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除了我们在这个 炎檸檬水里面 如果跟我们加一样东西很简单的 用来的一种香料 但大家一说会知道是什么 就会令这杯领水更加强化 强化健康的效益 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姜黄粉 简单来说是咖喱粉 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你知道咖喱粉在印度的医疗里面 是一种常用的药材 已经有无数的研究 已经支持用姜黄粉 姜黄粉作为一种香料 可以说在人类有文化以来 已经有这样的记载 就是说很多人很久很久 已经懂得用这个工具 改善他们的健康 你知道姜黄粉是很少很少 所谓什么副作用 跟很多合成的药物很不同 而它的效果 它的功效是真的高到惊人 原来姜黄已经知道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 可以处理很多油尼基 所以油尼基很多就是一种致癌的物质 也可以有一种杀菌 也有一种天然抗炎的作用 很多时候姜黄是可以处理很多健康的问题 是一般我们所谓的流行医疗的治疗 是束手无策的 也可以这么说 它也治疗很多种的毛病 那么我们记载里面 研究里面发现 原来姜黄是可以帮助 差不多600种以上的健康的问题 也有很多病 可以用姜黄作为预防和治疗 600多种以上 当然姜黄在印度的食谱里面 差不多是走不脱的了 当然如果香港有些人 不是常常有机会 常常吃一些印度食物 我们都要自己 在另一个方法来用这个工具 简单来说 早上喝柠檬水的时候 加一点咖喱粉 肉桂粉 肉桂粉 大家知道 我和以前大家介绍过 肉桂粉 是一种抗炎的功效 也可以调理我们的血糖 简单来说 可以使用食量少一点 不需要吃那么多食物 令到你容易饱肚 因为它处理我们的血糖 很多时候 那些人吃肉 就是那些人不饿得的 一饿到的人 就会发疯 就会打蛋振 吃很多东西 这个就是因为血糖不稳定 血糖不稳定的人 其实他吃的东西 真的不需要很多 我自己的例子 我早上吃了那杯 热露素的饮品 我基本上可以上班 到下午三四点 才开始觉得有点萝卜 那我就在外面吃一个 简单一点的咸茶 那就可以了 回家就吃一大碗沙律 喝点汤 其实我每天的食物 都足够的 那我们发现 其实那些人 除了你成长期间那些 年轻的小孩 其实我可以吃的食物 其实真的不需要很多 好了 现在讲回了 这个早餐的饮品 就是姜黄加的暖柠檬水 那 这个饮品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排毒 也帮助我们减轻的体重 可以减肥 原来这个也是抗细菌的作用 可以预防咳 和伤风 加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就是令到你少伤风 也都加强你身体的体能 改善我们的食物的消化 处理好多些慢性的 长期的便秘 这些多方面的问题 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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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唯一的食物最好的方法将大家介绍 那 那应该怎样去吃是最好的方法呢 那现在为大家介绍 那个食谱 姜黄柠檬水 那需要一杯暖水先啦 然后呢 就用四分一茶匙的姜黄粉 半个柠檬汁 和少少肉桂粉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加少少蜜糖 或者枫叶糖浆 或者黑糖去调味的 如果减肥的人士呢 就可以用甜菊叶精华去代替啦 那喝的时候呢 就要把它搅匀啦 但是它可能不会溶的 那你就照喝就可以了 那姜黄真是一种非常好的工作 它可以处理和预防六百多种的毛病 那大家快点可以试一下啦 今天的分享 暂时就这么多先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回诊 25773798 可爱的听众也可以用 Skype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医生网上回诊 亦可以打以上的电话 25773798 或者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三个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